好 現在請財經公司的代理董事長 你們之前一直在推台灣Pay 一開始的成效 導受各界的詬病 後來你們似乎很努力 但是也傳出了銀行員 在一些主管機關的壓力下面 要幫你們充業績 這件事情你們自己去檢討 但是我現在所收到民眾第一線的反應是說 台灣Pay現在可不可以繳電費 跟委員報告 現在台電的電費還沒有上限 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現在看很奇怪喔 大家看歐富堡 接口 然後橘子支付 一堆 國內外的電商都有 只有台灣Pay沒有 理由是什麼 是你們的問題還是台電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個是要用那個QR Code 那個QR Code的標準現在是台電自己自製的 跟現在整個共通的QR Code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這個問題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我們現在更積極跟台電在聯繫 希望在明年第二季之前 明年第二季 那要拖到明年四月到六月 效率這麼差喔 因為台電這邊要改 我們這邊系統也要調整 為了這個特別的QR Code的規格去做調整 不是啊 其他的通通都可以 然後只有台灣Pay不行 那大家就很懷疑啊 懷疑你們的專業能力到哪裡啊 怎麼其他家都可以 只有台灣Pay不行 而且台灣Pay還是我們政府支助的呢 董事長 速度可以再快一點 是的 就我理解應該他們是 台灣Pay弄了一個共同的單一的一個QR Code 跟國際規格要接軌 那所以呢 是現在台電可以用的這些人 都沒有跟國際接軌 其他的電子支援機構是各自發展出他們自己的QR Code 是啊 那但是問題是 從使用者的觀點來講 我只care一件事啊 能用不能用嘛 那是沒有錯啊 所以我請你速度加快一點可以嗎 是的 謝謝